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台灣的防疫工作 其實打得非常的漂亮 醫療資訊的透明化是多麼的重要 把我們的心聲讓國際社會 讓中國大陸讓WHO能夠知道 醫療保健指數排名 台灣農登前九第一 如果台灣能夠參加WHO 一定可以對國際社會貢獻很多 一切共同呼籲 世界衛生組織不能沒有台灣的參與 也呼籲全民連署加入WHO的活動 我們在第一線有很多的醫護同仁 正在兢兢業業的在努力 那麼我們需要有透明的資訊 我們需要WHO提供適當的一些訊息 以及它的一些適當的一些資源 那台灣的醫療跟我們的防疫系統 一向是做得非常好 那所以我們自然不能被排除在WHO以外 所以台灣在這個地方 我們應該有更好的一個資訊 台大醫院一定要來響應 這個加入WHO的一個活動 參加WHO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那我們都了解我們台灣的這個醫療體系 它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那所以我今天僅代表我們馬接醫療體系 8000多個員工在這個地方 來響應我們區域市場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 謝謝大家 在這個疫情裡面 這個民眾的恐慌 是很多國家不知道如何處理的 如果我們進WHO是世界之福 所以請台灣進WHO 五百零一購 謝謝 WHO它的原則就是 Health for all 所以我們就是 在這個原則之下 我們希望 我們所有 新光院 不只新光院的醫療同仁 我們全台灣所有的醫護的同仁 我們都一致的請 我們一定要加入WHO 我們是整個防疫中間的一個螺絲 但是我們大家都努力在做 每一個人這樣這個螺絲把它拴緊 就會做好 那麼這樣做好呢 就是我們要加入WHO 就能夠做很好的貢獻 台灣如果沒有辦法得到WHO最即時的資訊 傷害的可能不只是台灣 又可能是傷害到全球其他國家的人民 因此我還是要誠摯地呼籲WHO 來允許台灣加入WHO 我們付出這麼大的努力 那台灣不能加入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缺口 而且我們很多知識經驗可以分享 完全贊成我們理事長舉辦這一次 我們大家合作 讓我們能夠進入WHO的這個活動 今天我們在這一轉一定要撐這個機會 由這個力量開始 我想500萬是沒有問題的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就是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們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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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醫師挺台灣加入WHO 五萬醫師挺台灣加入WHO 五百萬民意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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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醫師挺台灣加入WHO 五萬醫師挺台灣加入打電球 加油 謝謝